一早起床就能看到这么美的景色 是不是很幸福啊 那是当然的咯 因为我们现在就位于海拔 一千一百公尺的卢恋高原上 眺望远方可以看到浅尖山 本白根山 云雾缭绕 仿佛有人间先进的感觉呢 重点是这里还有日本知名的高尔夫球场 相信爱打球的球友们 在这样的美景中 连打三十六动应该都不会累哦 可惜我们不会打球 但是享受如练高原暖暖的阳光和早餐 我们可是不会错过的哦 哇 咪雅 这边连吃早餐都有那么漂亮的风景 真的 这边就好像仙境一样哦 我们就好像坐在一幅画里面吃早餐耶 对呀 光看了就饱了 那我要开始在仙境里面享用我的早餐咯 好啊 嘴里吃着新鲜蔬果 不轻易地望向窗外 竟然还能在一片绿衣中看见风红耶 原来我们造访的季节也正是群马线的红叶 即将席卷山林的浪漫时刻呢 不过重点是我还打听到饭店有免费的巴士 能带我们到附近的山上去瞧瞧更惊人的美景哦 Yumi 你有没有很期待啊 当然期待啊 但是到底是什么美景啊 到了你就知道 保证你会爱死的啦 Mia 你带我来山上干嘛啊 这里是群马的万座 但是你带我来万座干嘛 我带你来这边当时要享受万座的汤啊 你怎么知道我昨天喝汤 是味噌汤吗 还是玉米浓汤 还是苦瓜采苦汤 是牛奶汤 哎呦不是啦 反正这边就是离星空最近的汤就对了啦 离星空最近的汤 我还真的没喝过 我要喝 我要喝 好了好了 不要吵了 带我去就是了 走走走 噢 Yumi 你真的很老土味 说到高山上的汤 当然就是指温泉啊 而这个位于上兴岳高原国家公园里的万座温泉 就是因为位于海拔一千八百公尺 也就是跟我们台湾北部最高的啦啦山一样高 因此被称为是离星空最近的汤 而它也是日本屈指可数的高山涌出泉 并以优美的景致 让所有造访过的人都深深着迷哦 哇 这里真的是我透过风景最美的露天温泉了 我也是耶 哇 好羡慕外做的人哦 他们真是得天独厚 有温泉就算了 还有这么美的风景 我真是羡慕死他们了 真的 快点 我等不及了 你很温 等一下 啊 好舒服哦 哇 它不深了 你看这个硫磺泉 泡起来真的好光滑好舒服哦 因为他们这里的硫磺含量 是全日本最高的 所以你看 我们泡完都会QQ的 真的 我们变成 轢哎 轢啊 听说他们这里的女生啊 都很爱来这里泡 因为泡玩有美积的效果 真的 所以我们泡完之后 就会变漂亮了 对不对 是 等一下上去啊 我们应该会红通通的上去 好想在这边待上一天哦 真的太舒服了啦 悠 MS 那我们就一直待在这里好了 不要工作了 好啊 大家不要觉得是我们想偷懒哦 因为伤心任谁来泡 都不会想离开的啦 真的 尤其它那乳白色的泉水 以及融入山林大地的露天玉肠景致 更是有偶像剧的feel 不但超级浪漫 而且你知道吗 因为它源头的水纹高达80度 硫磺成分的含量更高居全日本第一 因此呢 从古时候就有传说 晚坐温泉能治百病哦 我觉得治百病是有些夸张啦 但是当你全身热乎乎的泡完汤 再沾到汤边迎向山谷缓缓吹来的风 那种感觉 哇 就是一整个畅快 好像全身上下 所有毛细孔都在呼吸呢 所以 我们当然会舍不得离开嘛 我们终于来到清景泽了 这边也太不像日本了吧 怎么那么像欧洲啊 我以后都要来这里避暑 哇塞 真的很舒服耶 这边 所以天气也太好了吧 现在虽然不是夏天 但是现在不冷不热 太舒服了 真的 这边真的很适合我们这样的美少女耶 真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走个 气质的轻旅行的路线 好 那我们就来趟有气质的轻旅行吧 Let's go 说到清景泽 除了是日本夏天避暑 冬天滑雪的最佳景点 她的美 相信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吧 有人形容在清景泽随便拍张照 都能像是明信片 也有人说 这里是最适合深呼吸的地方呢 所以咯 现在就跟着我们这两位美少女 一起骑着单车 常用在这片风红遍野的绝色美景中 一起深呼吸吧 Let's go 闪亮亮的灿烂天空 照亮着我们在心中的梦 这里战斗 不怕困难挑战 我们都懂 用双手飞鸡去甜蜜的梦 我们永远谢谢穿梭 用时间为我们感动 大胆瞄准半吃未来天空 感觉感风就有梦 Come on 天天远起蓝天 让微笑多一遍 有情无限 我们温柔世界 相信你的知觉 永远平一遍 我想与你 开窗的时间 这渡假园区也太大了吧 我们骑了这么久 都还在园区里面 对啊 怎么这么大 你等一下想要去哪里逛 看一下地图好了 看一下 这里有地图 好吧 看一下 这里有一条老街 它说这边有好吃好玩 有好逛的地方 就跟他莫属了 在旧青景泽 我看一下哪里 这边啊 这边啊 好 你跟在我们后面啊 走 走出发 来到青景泽这个充满欧式风情的度假圣地 如果想要找好吃好玩又好买的地方 那位于旧青景泽的银座通 就是最佳的选择咯 没错 这条短短只有600公尺左右的红帝砖街道 就是这里最热闹的街区啦 而且听说还有很多特色小店跟美食呢 放眼望去 哇怎么办 每一间我都不想错过耶 这边好多好可爱的小东西走 陪我进去看看 哇 是风车耶 但它好多可爱的图案呢 你看这只蜜蜂 鱼 好可爱的蜜蜂 真的耶 它好适合做成风车喔 为什么 这边还要小飘虫 小飘虫 而且welcome Karu Izawa Karu Izawa就是青景泽 对 青景泽 这边都是风车耶 为什么他们的特产 这也是他们的特产吗 Yumi 这些手座风车 虽然不算是青景泽具代表性的礼品 但我问过那个阿嬷老板喔 原来啊 这些都是她女儿自己设计制作的呢 而她为了帮女儿的才华圆梦 就开了这间很有特色的礼品店喔 原来是这样啊 不过我觉得这些风车 跟青景泽这里满满的绿意 也超速配的 而且阿嬷帮女儿圆梦的心意 更让人觉得心头暖暖的呢 我看这个花花 青景泽在这儿 啊 我可以聊吗 欢迎你 欢迎你 青景 好厉害 请进 我刚刚听 请进 她说请进 我听你很亲近 好她叫我们请进 那我们就进去看看 去看她店里的木雕 到底有什么东西 好啊 これは Bread box 放面包的地方 放面包 好可爱 她说这是什么花 她说这是什么花 她说这花是 她拿介绍过来的 她真的 金针花 是金针花 成长的花 原本是在东京 才会成长的花 所以到青景泽之后 她还是继续种植 从这边开始让她种植 对 我们这位爷爷的解说中 你有没有感受到日本人那种 一丝不苟的态度呢 真的耶 就连门板上雕刻的是什么花 都非得要讲得一镜二楚 不过我比较纳闷的是 为什么面包还要特别订做一个木箱来装啊 嗯 这个就不研究了啦 我们还是继续逛逛这条银座桶吧 咪啊 我看到这里很有名的那只乳牛了 快快快 我们赶快过去 好大的牛啊 咪啊 就是这一家 好大一只牛 哇 这里有名的就是牛奶 冰淇淋 走走走 我要吃 这是什么哪一个最特别 这是什么哪一个最特别 特别的味道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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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他会讲一点中文耶 好棒喔 好棒喔 牛奶最人气的 牛奶 牛奶是最人气的 但是我觉得咖啡很特别 很特别 那你吃咖啡我吃牛奶好了 你自己可死的时候 这是限定商品 那 这个一只 这个一只 请请 我们点了一个咖啡牛奶的冰淇淋 还有一个是牛奶冰淇淋 然后老板说 这个牛奶冰淇淋 是最有人气的 最有人气的 最有人气的 人气大人气 咖啡牛奶 谢谢 那我要吃了 你不要吃那么耳心 你不要吃那么耳心 观众朋友我要吃了 好啦那不然我先吃 我说 谢谢 谢谢 我们一起看吧 它就是一杯咖啡牛奶 那换我吃 嗯 嗯 好好吃 它牛奶味超浓郁的 你的一定更浓郁吧 离我的都这么浓郁了 我的还有加咖啡 好酷 好吃 好吃 有点冰淇淋 你问他这个牛奶 应该就是他们这边特 就是一定是这边特产 这是 軽井沙的名物 对 对 那是 那是 高度牧場 牧場 牧場 神经牧场的一个特产的牛奶 从那边过来的牛奶 直接来的 它就直接运送过来的 非常新鲜 很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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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公園吃冰真的是超舒服的 超爽的 因为外面很冷 然后现在又吃着超冰 真的是 超舒服的 老实说 这家鲜奶冰淇淋真的超浓郁的 每吃一口冰 就像喝了一口鲜奶的感觉呢 而且老板还说啊 台湾人到了清井泽 几乎都会来到这边报到哦 本来以为是老板在吹牛 没想到 马上就能遇见台湾的同胞啦 感觉他们也是 会讲中文吗 台湾人 好 因为我们一个台湾人 我们遇到台湾的同胞 好吃好吃好吃 难怪他们都不太跟你讲话 有种很害羞 很害羞 很害羞要走进来买东西 那又不好意思了 台湾人 同胞 知道吗 他要一直推荐牛奶口味 我会撑出来 拜拜 拜拜 玩乐开心 拜拜 台湾见 谁要跟你见啊 谁要跟你见 谁要跟你见 老板好热情 真的 很少看到日本人这么热情 很爱学外国的语言 她说她的中文老师就是 台湾的皆さん 就是台湾的所有人 只要来这边 她就会请教他们一些 基本的中文 就学了这些中文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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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难得能碰上这么亲切 又爱学中文的日本老板 我们当然也要多教她几句 更实用的中文咯 展现我们台湾狼 鳄鱼回馈的美德 牛奶精 起零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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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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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景泽 另一个充满绿役的度假胜地 也是骑上自行车 便能自语享受悠闲的美好城市 但是如果你以为 Chase 只有如畫般的小清新與小浪漫 那你可就大錯特錯囉 沒錯 因為這裡還有個日本之最 如果不去朝拜一下 那就白來囉 Yumi 你看看明依姐今天來帶你到 日本最大的商店裡 最大的Outlet 對啊 而且這邊有240個店家 讓你逛到腿軟 我根本逛不完 我沒有帶夠錢 天啊 妳整個人這樣很好 妳有帶夠嗎 我告訴妳 我都準備好了 各位觀眾 我有好多張卡 我開始明依姐 明依姐可以幫我刷一張嗎 快叫明依姐 來按摩按摩 嗨明依姐 妳哪裡翻套 幫妳洗頭 我回家幫妳洗頭好不好 妳幫我洗頭加吹頭 好 就這麼決定了 走走走 那妳給我兩張 我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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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我要幫妳洗頭耶 一張就好 好的 走走 這真的是我們的天堂耶 哇賽 你看 60% 自得 不要跨了 看到我們這樣的興奮感 真的不是演出來的 而是完全發自內心的喔 因為這個位於清景澤 全日本最大的度假Outlet 占地就將近有七萬八千坪 還有超過兩百家以上的店家 重點是 裡面的商品還有很多是獨家販售的呢 你不要以為Outlet都只是賣過季商品喔 在這裡反而會讓你有新品便宜賣的感覺呢 不信就跟著我們一塊購物去吧 欸妳看這個 欸我喜歡這個牛蛋外套 我喜歡這個 妳看 貴婦氣質 路線的 妳好哈貼喔 毛毛的喔 好可愛喔 我就是走花俏路線啊 怎樣 妳看這個毛是不是很適合我 披花的路線 貴婦人 我走貴婦人路線好嗎 好啊那妳就拿著 妳等一下試穿啊 那我等一下穿這個 好 看我要什麼 這個也很漂亮 跟我們平常穿的衣服好像喔 欸對這不是 因為妳上次 欸她是九折嗎 九折 不是李九折 喔是九折 我講一個人笑話 講一個人笑話 我要這個帽子 你看這個帽子 我看看妳適不適合 漂亮嗎 欸我是說真的 等一下 好看欸 有沒有Vogue的感覺 有有有有有 來我幫妳看一看 我走時尚路線 好我跟妳合照啦 一二三 耶 怎麼樣 這頂帽子和我的甜美笑容 是不是超搭的啊 齁妳很自戀耶 不過我們兩個 雖然也算是走在流行尖端 但面對現場琳瑯滿目的商品 還真不知道該怎麼下手耶 所以我們決定要先找救兵 帶大家更快速的掌握流行時尚喔 那邊有漂亮的店員 我們來問她 那今年日本流行什麼東西 好啊妳聰明 好啊妳聰明 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妳聰明 妳聰明 我們現在叫她來帶我們去挑選適合我們的衣服 還有加上日本新年流行的元素到底有什麼東西 我的新年 我的新年 她覺得妳適合這個 我就跟你說我最有氣質了 流行的 他說什麼 這是現在流行的顏色嗎 對 他說今年非常流行這一種的東西 流行真織的 然後加上現在這個顏色也是流行的 加領圍巾一龍set 剛剛幫妳配了一件皮衣 這樣搭起來 好有心喔 就是有點氣質加有點帥氣的感覺 這是衣服的 今年旅行的 這個 這個 有點夾 那個什麼 騎士夾克是不是 騎士夾克也是今年非常流行的東西 這是她搭配給妳的對不對 對 適合我感覺的一個衣服 還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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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mi-san 我現在看Yumi的衣服 好期待喔 來 是什麼是什麼 我不敢看 嗨 哪裡 她知道妳瘦布拉基 要叫妳瘦妳的手臂 可愛吧 好 所以 今年也是非常流行這種 針織的東西 針織的背心 而且我真的覺得很適合妳 因為妳平常都超愛穿那種無袖的東西 好好厲害喔 一眼就看穿我 知道妳拍了 一眼就看穿我 還有アクセサリもいいですね 還有 什麼東西妳問一下問什麼 我剛剛說 就是裝飾啊 因為他們最喜歡加上一些飾品 帽子啊 然後項鍊有的沒的 就是日本人非常重視這些 另外加上 身體的搭配 畫龍點睛的東西 怎麼樣 看旅遊節目還能結合 時尚達人的穿搭教學 我們Hi Let's Go的CP值 是不是超高的啊 當然 那我們就來看看 店員為我們選擇的搭配 會不會有令人驚豔的感覺吧 哇賽 她幫我搭這個白色的寬褲 因為今年也是非常流行的 白色 我跟你說 好亮喔 我就是最亮眼的 我就是最亮眼的 快來找尋Yumi的下半身 那妳 妳印一下 喔 這個穿在裡面 然後這個呢 針織的背心呢 再把它搭在 格子襯襯的外面 Hi 我真的覺得我的比較漂亮 我才看到我的比較漂亮 我要換上套 我要去試穿啦 接下來就是我和Mia的 名模生死鬥啦 究竟誰才會是 今年度最朝最硬的代表呢 現在就開放投票囉 因為我是BOSS 我說了算 熱血在我身上與神俱來 我會創造時代 因為我是BOSS 我說了算 我這套呢 是結合了格子襯衫 與無獸背心 再搭配上俏皮的爆童帽 是不是很有英倫秋弦風呢 我這套呢 則是皮衣搭上披風 白寬褲搭配黑帽子 更流露出都會亞皮的時尚感呢 至於投票結果 哈哈 我們兩個一致決定 優勝者就是幫我們搭配的那位 美麗電源啦 你好呢 超級可愛 擁有穿搭打人的出手相助 讓我們在這全日本最大的奧泪裡 竟然也能用最短的時間 就完成了滿載而歸的願望啦 真是太過癮了 不過更重要的是 還讓我們賺到了一整個下午的時光呢 所以我們決定加碼 帶大家去親眼目睹 那號稱是清景的最美的景色喔 好舒服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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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淋楓葉雨 有白話是 而且還有什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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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到了 太美了 真的耶 我看到耶 到了 沒有問題的 好 來 來 厲害 第一場點 小心啊 哇 對 超美的耶 這裡就是人家說必定要來的雲場池 而且我們真的是來段時間了 因為呢 這裡的秋天的楓葉就是最美的 所以秋季更是必來 你看到處都是楓葉 那邊有更美的楓葉 我們就看看 看哪裡 可以看到最美的楓葉 那邊的楓葉 就這裡 就這裡 快來快來 超美的 快看這裡 我們又到另外一個仙境了 雲場只有天鵝湖之稱喔 而且你看它的四角環繞著楓葉 然後整個倒影倒在湖上真的超美的 這是青景澤的雲場池特有的美景喔 你一定要來這邊看 重點是我們現在才是初秋而已 之後進入深秋之後 它這裡會更紅 整天的一片 紅紅的會是紅紅的 而且你看它的水好清澈喔 看得到底耶 太誇張了吧 對啊 上面有天鵝 是我嗎 是我 上面真的有鵝啦 可是我是黑天鵝 你是白天鵝吧 你看看我們這樣 是不是很適合住在這裡 耶 我是白天鵝 轉圈圈 其實雲場池這邊早就沒有天鵝了 只剩湖面上那群悠悠自在的鴨子啦 我發現在這裡想要跟美景拍張照 可是要左閃右閃的伸手和卡位技巧耶 否則面對大爆滿的遊客 拍出來的都是滿滿的人頭 哇 這邊好多遊客喔 對啊 你看這邊太美了 大家都喜歡來這裡 真的耶 而且這邊真的好涼快好舒服喔 覺得四季來邊都會有不一樣的景象 我跟你講大家在這邊啊 手機不離神 手機相機不離神 太美了一定要把這個美景記錄下來 但是最好方法就是親自來這邊 看一下這邊的風景 因為眼見微平才知道這裡有多美 光看照片 光看電視影像 你無法體會的 是不是 就跟你說我都會帶你去很厲害 又漂亮的地方 我真的很會旅遊耶 跟著我就對啦 跟著我一起老出玩樂玩具 Mia 我真的覺得旅行跟著一起去 更重要耶 因為人對了玩什麼都契合 即使心裡接收到的感動不一樣 但彼此樂於分享 還能讓我們的視野更開闊呢 沒錯 所以我很開心與你同行 就算沒有眼前這片美艷的風紅 我相信都會是一趟快樂又難忘的旅程喔 我才勇敢更加倍 勇敢更加倍 也是來到清景澤絕對不能錯過的 蕭紀念禮拜堂啦 哇咪啊 牠就是傳教士蕭耶 Alexander Cramshaw 哇 就是牠把清景澤變成一個避暑聖地 包養光大的人耶 好值得令人尊敬喔 對啊 敬禮 我想要去看看牠禮拜堂是長什麼樣子耶 可以去參觀一下這類的 我們去看 這間教堂呢 就是那位來自加拿大的傳教士 在1886年來到清景澤之後所建造的 不過除了傳教任務 他還蓋了清景澤的第一間別墅喔 並經常邀請許多親朋好友來這裡度假 讓人感受到這裡是個可以遠離成宵 讓自己放慢步調的好地方 於是名聲漸漸傳開 也正式開啟了清景澤成為日本度假聖地的起源啦 隨著這座教堂的興起 也帶動了更多教會來這邊進駐 因此教堂林立不但成為了清景澤的景觀特色 更被評選為全球結婚教堂的夢幻首選喔